3星的广告时间 他又没给我钱 我看了 再跑击吧 跑一下这个夜王好吧兄弟们 这个夜王 这个夜王的话 是一个腾空车 他的属性是落地的时候 有概率加属性 他的技能是 他的技能是落地的时候有概率加属性 然后阿诺能拿到第二 然后阿诺能拿到第二 然后孟华能拿到第三 约辰 两天都是一分嘛 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阿诺虽然说两天的大级的成果 但是春风是一分之一 好小的 他相当于这两天几乎都是喜败 昨天大家应该还立即在目的 就是他跟肖子跟悟空三个人 但真的第一 对 直到最后一局才一分胜过 嗯 打住人家焦灼 包括在第一层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是风仔 两个人也是 两个人 而且第一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阿诺他是有上到九十的 就是九十分 跟风仔是差了两个人 而风仔 这两个人比赛 其实打的有比不幸的错 是的 风仔每天的分赌 看见了看见 大家 呃分数上 和方位上 你们觉得怎么样 但是打到局内的时候 小分 其实一直被人牢牢的 给跟住了 就仿佛跟风 你们觉得怎么样吧 你们就直说 这个点券车 你们觉得怎么样 该跟风跟风 该卡位卡位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车的极限应该在一分二十九这个样子 可以 可以跑到一分二十九的二方 或者三十小吧 二九可能有点夸张的 三十小应该是有的 呃至于强不强 还是我以前那个态度 正好现在在解说比赛 没开始就跟你们lock一下 嗯 现在这个游戏的点券车 现在这个游戏的点券车 都是图一乐了 呃就是说冲的 就低刻的人想要冲强度的话 还得是上勋章 勋章主要也不贵二十五块钱 我个人建议你要是真的玩这游戏 花不少时间的话 就是 就是 就你不是玩这个游戏 玩三分钟热度的那种 到时候就删的那种 就你要一直持续玩下去的 就经常玩这游戏的 你还是去搞个勋章 对吧 也没必要说什么坚持零充不零充的 主要二十五块钱嘛 你去干个点圈车 花这么多时间 你可能这点这些时间 就像我之前说的 你去打个兼职都不止二十五块钱 二十五块钱不会 勋章车现在的强度 比别的车 比那种点圈车要高度的 而且我说实话 我跑这种车 我其实不应该带龙去跑 我带的是神宠 我为了控制变量 只让车的差距体现出来 我让宠物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宠物一样的情况下 它比机甲要慢个三十秒 反正我现在就点圈车啊 以后我是不打算再过多讨论点圈车了 点圈车都是 我说难听点吧 点圈车都是垃圾 除了一些功能性的点圈车啊 兄弟们 比如说阴京 那个车牛逼 为什么 就因为它有起步 凡是不是功能性的点圈车 都不要去考虑了 就是像这种车啊 什么腾空落地百分之多少家属 不用考虑啊 今天的华仔 嗯 风华 嗯 不知道哪些华仔还是风仔 鹰青就是那个穷鹰青青啊 那个长得有点像方程式赛车的那个 那个金鱼车 有个大尾巴在后面的那个 蓝色的那个起步 哦 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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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游戏都搞这一套 搞勋章的那个人被很多人借鉴 就是风华这个对抗是有点 自己也受影响的 所有游戏它都会开放一个这种 嗯 通行证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为的是什么呢 你花比较少的钱 它 它有很多很多东西是靠你增加游戏时长去玩的 说白了就是 拿这个东西去让你的玩家活跃度变高 知道吗 对于他前后的赛车来讲也是一个非常 拿拿这个东西让你花很少的钱 但它但它会让你的那个 这是很多游戏厂商的套路了现在 啊 但是勋章确实是一个 嗑的比较少的玩家 的一个 提强度的一个方法 因为现在飞车点线车没强度 点线车真的没有强度 勋章车的强度 前几期的勋章车都还不错 啊 强度都还不错 点线车没有强度了 钻石车除了联赛车也都是垃圾 鑽石车现在有分几种鑽石车 一种是单独拿出来卖的 你能看得出来它那个池子的核心就是那辆车 啊 这种鑽石车可能具有一定的强度 这个才是标准的鑽石车 还有一种鑽石车就是 一个大池子就比如说什么 社交背景板 魔法套 呃什么衣服座椅什么一大堆那种东西 大杂烩的那种讲池 他给你塞一个车 你不要以为那个是鑽石车 那种鑽石车是最垃圾的 比如说最开始的第一个那种类型的车叫什么 那个灵狐嘛 对吧 灵狐那个是第一个这种类型的鑽石车 那种就不叫鑽石车了很垃圾的 第二个是什么 夜染天国 然后到现在那个特洛伊的那个 特洛伊的那个大池子里面 那个红色的那个车叫什么 叫什么我都忘记了 一想我都忘记叫什么了这个车能强吗 啊那种车也不要去搞 当然了那种池子有些人啊 是可以花很少很少的钱 把这个车给弄出来的就是 如果你能这样子弄出来 哎那那可以 因为他跟勋章车的强度也差不到哪里去 他可能会比勋章弱一点 对啊那种车会比勋章要弱一点 他弱不到哪里去 但是花钱去搞的话就算了 点券车就 对吧还是刚刚刚说的话 点券车就 你拿点券去买点好看的衣服 都比你去买个点券车要好得多 啊 因为这个游戏里面 还是有很多衣服很好看的 特别是有些点券的衣服都很好看 不是 反正我的审美吧 不是那个衣服上面复杂的东西越多 越好看了 但是他卖的价格确实是复杂的东西越多 或者说特效越多 他卖的越贵这个衣服 但是很多点券的衣服都很好看 我个人建议你拿点券去买衣服去 不要去买车 车就去搞勋章 最低门槛就是勋章 然后就是钻石车 钻石车现在已经 可以和联赛车划等号了 就是说在那种不被坑的情况下 钻石车已经可以和联赛车划等号了 还有连线 连线的话 阎君还可以 旋月的话 够呛吧 不要以为刷了几个记录了 就很牛逼 肯定是没有阎君强的 之后看下一辆连线 反正钻石车 就约等于连赛车了 然后上面就是机甲了 这个游戏刻的东西 就这么一些东西啊 没有多少讲究的 这边缺买了 就这边缺买之后呢 现在稍微 这边缺买了 都不太帅了